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7月22号 那么彦荣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6月22号 跟大家所做的预告的 6869的云报 一个月的时间 到今天为止已经接近资金翻倍 那所以当然重点不在于 云报本尊的这样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翻倍的这个过程 而在于这个逻辑概念 所复制出来的标股基因的 云报第二 云报第二目标70%以上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6869加上电话 或者是6869加上赖ID 来跟上彦荣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谢谢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彦荣在指数在24000点的时候 我就一路上来提醒大家 我说台股即将进入震荡 务必一定要做太弱换墙的动作 而当时也特别提醒了台积电 红海联发科 叫大家不要买太早 果然一路下跌 跌了2000点下来 那现在行情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个行情大好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点在哪里 那这个根据又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会一并做一个分享 那首先要来跟大家谈到的 就是先跟大家做一个节远的动作 如何节远呢 好欢迎大家可以加赖进来 小老鼠小A178加进来之后 那么记得给彦荣老师 那么包括在拿起手机 打开赖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刷这个QR Code 那刷完之后呢 包括用LINEID加完我的这个粉丝团之后呢 记得给彦荣一个贴图互动 好当然包括今天有一个活动 就是要加LINE留贴图 有什么好处 等一下做一个分享 好也欢迎大家订阅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我想在彦荣老师 跟大家的预告云报 不是6月22号才预告 我在最新一期的周报 也跟大家预告 连续两期的周报都做过预告 预告 那么果然连续涨了两只停板上来 所以这验证的一件事情 就是彦荣老师带会员 与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所操作的股票 经常第一时间会有残红 甚至涨停板的这个速度 所以呢当然重点的部分 一定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幅度 这个才是你真正来到股市的一个目的 速度要快 然后呢分贝的一个幅度要大 这个就是彦荣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使命感 那今天当然包括这个昆颖的部分 是我在4月19号到4月22号当中 所做的一个预告分享 当时才19块 上礼拜五呢 7月19号已经来到了71块 2.6倍 26只涨停板的空间 所以这样的股票怎么样得到的 怎么样得到的 当时第一时间 如果你有加赖留贴图的 直接在粉丝团当中 直接让你看到 所以今天叶隆老师要举办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礼拜大概举办一次 那今天提早因为机会提早来临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提早来告诉你 那么今天加赖留贴图 有什么好处呢 小老鼠小A178 写下来等一下做一个加入 这个好处就是 明天早上7点到8点 那么叶隆老师呢 会在我的赖当中分享谁在底部 谁在底部 就是A指标数据回撤前低的叫底部 那么包括一些全职股 包括AI概念的股的部分 包括散热族群 甚至包括ETF 在一个礼拜一个月内要涨 10%以上的 有哪些 我想这个是 如果你想看到的人 明天早上7点到8点想看到的人 都可以加赖进来留贴图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等一下做个加入 明天就看得到了 好那当然我想在今天是7月22号 它会不会是 第二只脚行情当中的 第一只脚的千顶行情的起点呢 我认为几率很大 所以把握保涨股上车的机会 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错过了索罗门 昆盈 罗申 光盛 在一个月的时间 让你资金翻倍的这个过程 也欢迎大家把握下一个起点 云报第二 云报第二目标最少70%起跳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6869加上电话 或者是6869加上赖ID来跟上 好那我想当然重点的部分 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么大盘的部分 我认为啊 这个是一个第一只脚的一个起点 同时呢 是一个千点行情的起点 那我认为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我认为会组两只脚 为什么 因为RSI的低点连线跌破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盘要进入一个 扩底的这个结构 那在那个结构之下呢 你就是找跌升反弹的做法 那么你找现行好的 除非像你找到像云报这种 否则的话呢 变成会有补跌的空间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你看到今天尾盘很多股票 原本很强打下来 这都是一个要补跌的一个讯号 所以现在的操作策略 你就是要找跌升反弹的股票 但是我们要怎么确认 这股票跌升的不会跌更深呢 那就是A指标数据 要足双底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你看大盘这个现象嘛 所以他将来的走法 现在要走这个位置 要走第一只脚 第一只脚 那将来还会在破底之后呢 再拉第二只脚 但是所谓的破底 只有大盘指数哦 个股的部分 个股的部分可能一去不回头哦 可能就是强势的股票 就是一个倍数飙涨的起点哦 在今天或者是明天哦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呢我认为 两万两千点以下 两万两千两百点以下 是属于超跌的行情 是属于超跌的行情 如果没有利空 可能直接开高了 明天直接开高 那如果有利空 明天可能跌破一下呢 就直接拉上去了 好不好 这就是我对行情的判断 那如果你想了解 大盘每一天高低点 包括在我明天综合 整个消息一面的变化之后 明天七点钟到八点钟的赖 我会告诉你 明天大盘的相对高点 跟相对低点 相对高点 弱势股在卖方 相对低点目标股 倍数标股占买方 就是这样看 所以想了解 每一天早上 七点钟左右 想了解大盘 当天可能的大盘高低区间 想了解的朋友们 加赖留贴图 就可以直接免费来做阅读 好那当然大盘的部分 包括A指标数据 回车到前低的 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号 两天内大盘要展开 一个比较强力的反弹 好我想在 那在关于这个全资股的部分 台积电跟鸿海的部分 我们就用这个电脑图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电脑图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一个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的话呢 在今天整个位积上来看 那么今天收盘前 整个指标指数据 这里是-0.04 这里是-0.03 那么跌破前面的两天内 或是更好跟前面数据一模一样的两天内 他就是要进入一个所谓反弹的这个结构 好所以呢我认为台积电 极有可能在这一个 两天内就有机会足底上攻了 那另外的话呢 鸿海的部分是相对比较疲弱 他只有足第一只脚 好所以这个鸿海的部分 如果反弹完还会再破底 好这个是我对鸿海跟这一个台积电的看法 那如果你想了解台积电的这两天 在什么地方守住可以买的 或者是这一个鸿海 在什么地方守住可以买的 你可以加赖进来留言2330加1 或者是2317加1作为通关密码 那当然包括联发科的部分 今天A指标数据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 我说你不要买的太早 台积电鸿海联发科我都讲了 为什么 因为A指标数据距离前面低点 还没有非常靠近 那现在有一点点靠近的 但是也还没有真正的低点 联发科的部分我认为是接近低点的 那这个价位如果你想要了解 在什么地方买进的 那将来就是A指标数据 拉到这里的时候来卖 那这些价位我都可以先帮你算出来 好不好 所以想了解联发科 A指标数据-0.11 所对照的一个买进点的朋友们 那么想了解这个价位 也可以加赖进来留言2454加1 2454加1来做一个这个索取的这个动作 好那我想当然包括在这一个 想要赚快钱的话就是要找最强势的股票 那比如说3686的达能 那我认为明天关键价位手稳 它会有一个极大的力量 那甚至3580有微科也一样 如果明天关键价位手稳 它也会有一个极大的力量 有时候你不只赚的是一个一天100万赚6万赚8万的当冲 你可能可以后续上可以赚个 两只涨停三只涨停 像我过去送你的成名店 精彩都是后面有三只涨停的空间 那你不要自己随便去选那种涨停版的股票 去做买进 主要还是要基本上要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指标值 指标值的部分就是在整个位阶上的话 它必须要能够透过一个过程 就是说指标数据它是有创新高的 有创新高的话 它才可以拥有一个往上积拉的一个力量 好不好 所以你看达能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3686的达能 因为指标值它有续创新高 有续创新高 有微科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续创新高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好那我想当然重点的部分 那么如果你想了解达能明天的买点的 留言3686加1 想了解有微科买点的 留言3580加1 那么就可以索取这个买进价了 好那我想在今天 明天有个活动 那么加赖留贴图 就可以看得到 那么在明天早上7点钟 我所公告的 明天早上7点钟 我所公告的这个股票啊 那么哪些在底部的 好那包括AI的股票 散热族群 或者甚至包括ETF的部分 好你对这个ETF哪一档股票 那么在底部了 然后呢一个月有拉不要说10%了 8%也很漂亮啊 8%到10%以上 哪些ETF已经到低点了 我在明天早上的一个 这个赖当中我都会讲得非常清楚 好那当然我想包括这个粉丝的福利啊 那么粉丝的福利就是云报第二 云报第二的话呢 我在6月22号云报本尊 当时提醒一个月有机会资金翻倍嘛 一个月提醒完之后呢 就资金翻倍了 那这档云报第二的话呢 一旦发动的话呢 第一时间就三个长虹涨停 可以重压而且会逆制狂飙 目标70%起跳 粉丝们如果你想要自己操作的话呢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6869加1 那如果你想要 彦老师带你操作的 你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6869加上电话 或者是赖ID直接来跟上 好各位朋友们 那么签点行情的起点即将启动 那么把握补障标股 最标的时刻的一个上车时间 黄金买点就是今天跟明天 所以云报第二 它的目标有70%的空间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6869加上电话 或者是6869加上赖ID 来直接来做一个登记 好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就可以做一个留言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么ETF的部分 我想人气最旺的就是00929 那这个ETF的部分 其实有你会去看 其实你不只要去买一档最标的ETF 配股率最高的ETF 你还可以把你现有的ETF里面 你对它一直 它的配息率你不满意的 它的股价表现你不满意的 你都可以借这个时间来把它换掉 比如说你不喜欢0094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换到00940 或是00可以把00940卖掉 换到929或是934或936 这都是一个方法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着想 但重点是你换过去的股票 它必须在底部区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加赖进来留贴图 来看到明天有哪些ETF 它即将有机会 在一个月内涨个8%10%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00929 00929我前面一路跟大家讲 我说还不是大买的时刻 你要等到大买点再来做买进 那现在大买点到了吗 我想这个就是我等一下跟大家谈的 那如果你还没有加赖进来 还没有留贴图的 请记得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贴图 那我即将跟你分享谁在底部 谁在底部有机会产生这个急拉 那么在这个地方明天早上的 这个9点钟之前 我通常在7点钟就会跟你分享 在赖里面你加赖留贴图进来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就可以加赖进来 好那么加赖进来 那么留一个贴图就可以做阅读了 好00929 这一段为什么拉回来 因为A指标数据 拉到前面高点去 对上来位置就是高点 所以股价就是在一个这样多空循环里面 拉高这个叫做进入空方循环 结果一跌就10% 那这一段为什么涨13% 因为A指标数据-0.04 回撤到前面也是-0.04附近 这叫进入多方循环 这样就13%了 所以你会看到说 那现在的现象如果有跟他一模一样 会不会再拉个 不要说13%了 8%10%有没有 那就看现在的位置 那现在的位置非常接近 那么今天最低价是在-0.04 那收盘前拉到-0.03了 所以我认为00929 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接近一个波段 一个相对低点区的 相对低点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注意 那如果你想了解00929 一个月有机会获利个8%10%的一个价差 甚至呢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把你的这一个 整个所谓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你存股的人 可能10% 你把它提高到11% 因为你买了便宜货了嘛 类似这个概念 你想了解00929的买点的朋友们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929加1 929加1 来做一个索取这个买进价 那当然00929的最标成分股 就是这一档 指标数据0.19的股票 那这个股票我认为在 两个月左右有拉60%左右的空间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 00929的最标成分股 有60%空间的股票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 929加2 929加2就可以免费来索取哦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极档股票的看法 IP股的神盾 那么整个基本面看起来还不错 那技术现行有转强 如果你想了解 6462的神盾的买进价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 6462加1 那另外呢 这个自协大厂的 6890的来益 那么整个股价的一个表现上 那么K线 有透过一个洗盘的过程 然后呢 显然看起来中段整理即将完成 然后呢指标指呢 回测到这个50轴附近 这都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多方的一个态势 所以如果你对6890的来益 买进价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6890加1 好那另外云豹能源的部分 今天上涨是亮缩的 我认为未来可能还有两天左右的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你对云豹能源的下一个买进点 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6869加1 好 最后一档是 索罗门是我在五月初所做的预告 在一个月内也让你资金翻倍 那现在走到这个位阶 我认为 不管是指标值或者是均线的部分 他都已经在相对低点区了 如果你对2359的索罗门买进价有兴趣的 也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2359加1来索取买进价 好那我想今天有一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好比4月19号 如果你在这个之前 有加赖流贴图进来的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我在4月19号公开预告的 2365的昆盈 2365的昆盈 当时才19块 上礼拜五7月19号 已经来到71块了 一共是26只涨停板的空间 所以各位朋友们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加赖流贴图 怎么样加赖呢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写下来等一下就可以加入 有什么好处呢 加赖流贴图的好处就是 明天早上7点钟 我在赖当中会分享谁在底部 谁在底部 那么这些股票你可以拿回去 你可以直接来做布局 好不好 那只要关键价位守稳的 他都有机会来做布局 我在明天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line 会直接的公开公布答案 好各位朋友们 那么大盘 这个地方有一个两只脚的情况 那第一只脚的签顶行情 已经开始启动 欢迎大家把握补涨股上车的机会 补涨股当中最标的就是云豹第二 目标有70%以上的空间 他复制索罗门 昆银 罗申 光盛在一个月的时间 让你有资金翻倍的机会 所以欢迎大家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言 6869加上电话 或者是6869加上赖ID 来跟上燕容的行列 好我想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就可以做一个加入的 也欢迎大家订阅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也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